你女儿若是进了交房司 我为别的 就为你私撑阴争 这是秀春刀中 审恋夜床徐甫的一幕 交房司轻飘飘的三个字 就让徐大人气不成声 连连招供 那么审恋口中的交房司 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让所有人都闻之色变怒 交房司早在唐朝时期就出现了 不过那个时候被称作交房 它是由李世民设立的一个 专门负责宫中礼乐的职能机构 也是专门培训宫女学习舞蹈乐器的地方 交房里的宫女主要的任务 就是负责在朝廷举办的宴会上演出 相当于现在国家级的歌舞团 所以能进入交房的女人 无意不是容貌交好 或者有一定才艺基础 这个时候的交房是宫女眼中的香饽饽 不仅能拿到丰厚的工资 最主要的是有和皇帝见面的机会 若是表演的精彩 不仅能得到赏赐 甚至还会被皇帝看中收入后宫 当然交房里并不全是宫女 这个机构平时还会招募一些 民间对乐理精通的人进行培训 尤其是在唐玄宗时期 不仅设立了内教房 还分设左右教房 内教房主管宫廷雅乐 而左教房负责舞蹈 右教房排练歌曲 三房各司其只有分工合作 为唐朝的礼乐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 唐朝的教房不仅是宫女上位的捷径之一 也是一个正规的教人才艺的机构 更是彰显唐朝文化的标志之一 然而到了明朝时期 教房存在的意义 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甚至成了让明朝女人 宁死都不想进去的魔窟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古代官员被抄家后 家中女眷宁愿被处死 都不想进入教房司 这个地方真有这么可怕吗 在唐朝覆灭后 教房也在历朝历代中有了新的名字 比如宋朝叫萧韶部 元朝的朝廷机构相对混乱 不过一个明教宜兰局的地方 也能从中找出教房的影子 而到了明朝教房就被改为了教房司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两者的意义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唐朝的教房 是教女子学习歌舞的机构 那么明朝的教房司 就是打着礼乐的幌子 实则变成了官方的青楼 教房司里的女人 不再是精挑细选的宫女 而是犯罪臣子的家眷 她们因为丈夫或者父亲犯错而被抄家 男子流放凝固她 女子则发陪教房司 这些女子在抄家之前 哪个不是养尊处优 洁身自豪的富家太太或千金小姐 然而一旦进入教房司 不仅要学会乐理舞蹈 更要掌握一手伺候人的功夫 要知道在古代 女子的真结可是比身价性命 还要重要的东西 而教房司里的女人 都是打家闺朽出身 从小受到的教育 也不允许她们沦落成官籍 所以进入教房司 对她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条件好的说不定 还会被送给当权者做个小妾 条件不好的 就只能成为封尘女子任人欺辱 甚至还会因此丧命 既然横述都是意思 所以古代的女子 宁愿清清白白的离世 也不愿进入教房司这个魔库 明朝的教房司 除了会挂羊头卖狗肉 借李月之名大型龌龊知识外 绿帽子一词居然也活 和这个机构脱不开关系 明朝设立教房司后 朱元璋就下令说 如果哪个男人的妻妾 是教房司出身 那么他就长服绿死金 也就是要头戴绿帽 只要戴上绿帽 大家就会知道 此人家中的女眷是官警 不仅被人背后耻笑 就连身份也低人意的 最后便有了女子对感情补衷 丈夫就会被戴绿帽的说法 若女子真的入了教房司 除了丈夫会被戴绿帽 就连孩子也会被拖累 因为从进入教房司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的身份就从贵族变成了剑姬 而且还是世代为奴的那种 所以在教房司长大的女子 是没有出头之日的 长得好看的 可能会被选区教导歌舞表演 成为任人观赏的舞姬 甚至是一些薰贵的小妾 妾本就地位低下 而且还是剑姬出身的妾 这样的身份就算进入夫家 也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还会被当作任意打骂的工具 就算是死也不会有人在意 若长得不好看 就只能再教房司干一些重活 劈柴挑水刷公众 享受半辈子富贵的千金小姐 突然从云端跌落尘埃 受不了打击的她们 只有死亡才能摆脱这样的命约 那被抄家的女子 就只能建有教房司吗 其实也不全是 有些女眷会被同样流放到苦寒之地 然而因为路程遥远和各种外在因素 很多女子一般还没有到目的地 就死在半途中 所以不管是冲入教房司还是流放 这些女子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一旦听说被抄家 这些女子第一反应就是自杀 而这也从中映射出 封建社会下女性的悲哀 死亡 啦 天员